中国女篮落后16分 加拿大女篮提前开香槟庆祝 还模仿孙孟然的救球动作进行嘲笑 但是越到后面他们越笑不出来 李孟和少婷带队绝地反击 上演了一场今天大逆转的好戏 第三节开始后不久 对方7号利用速度过掉小宝 随后上反篮拿下2分 将分差扩大到16分 中国女篮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但是面对这支12年都没战胜的强队 将士们并没有放弃 少婷强杀篮下造成对手犯规 两罚权重缩小分差 对手不停地转移球撕开防守 最后在篮下完成终结 不得不说这球打得真漂亮 分差再次回到16分 孙孟然强打篮下造成杀伤 两罚权重缩小分差 含蓄利用长臂干扰到对手的上篮 李源拿到球权后快速推反击 助攻李孟打成2加1 一直在找少婷的位置 没找到但是另外一边 李源这个球就行啊 李孟也是不顾中 在空中还有一个二次的躲避动作 造成犯规打成2加1 少婷虽然没跑出机会 但是他带动了这个防守的改变 李孟命中加伐之后 分差被缩小到11分 但是对面5号立即用一记三分 还以颜色 分差又回到14分 李孟想用中投回应却投丢了 好在含蓄补篮命中追回2分 对面5号三分出手不重 孙孟然拼命救球却被吹出界 加拿大女篮的替补席模仿她的动作进行嘲笑 此时她们仍然领先12分 加上过去12年 从未输过中国女篮的心理优势 让她们笑得肆无忌惮 这反而激发了中国女篮的斗志 李源以小防大完成抢断 之后少婷自投自抢拿下2分 把分差缩小到10分 慢了啊开少婷的 咱还可以补一下 哎 有军了 孙孟然和韩旭两个大个子倒地抢回球权 看得出球员们非常拼命 随后韩旭中投打进 此时中国女篮只落后对手8分 感受到危机感的加拿大女篮 喊出下半场的首次暂停 不过暂停回来后 依然被中国女篮防得死死的 韩旭连续防下对手的进攻 中国女篮拿到球权后快速打反击 孙孟然三分出手不中 李萌抢到前场篮板后 利用假动作点飞防守人 随后将球稳稳地放进篮筐 分差从16分变成6分 好球啊 李萌放得掉了啊 少婷通过抢断拿回球权 李源把握住机会命中3分 把分差缩小到3分 对面5号中投打进 打破加拿大女篮漫长的得分荒 分差被扩大到5分 少婷三分出手不中 李萌和韩旭相继抢下前场篮板 最后韩旭造成犯规站上罚球线 两罚权重缩小分差 中国女篮再次用出色的防守抢回球权 韩旭在篮下回头望月将球打进 此时分差只剩下一分 对面5号杀到篮下得分予以回应 王思静利用出色的脚步还以颜色 再度把分差缩小到1分 对面11号在篮下造犯规获得罚球 两罚一众扩大分差 中国女篮有机会追平比分甚至反超 但当时小宝和王思宇的默契不足 配合时出现了一次失误 给对手留了16.2秒的最后一攻机会 对面11号抢下前场篮板后打板得分 让加拿大女篮带着4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末节 第四节一开始 王思宇将功补过 他在中场完成抢断 随后利用时间差造成对手犯规 两罚一众缩小分差 不久后少廷和李孟登场 中国队派上了两大核心风险 说明猎杀时刻到了 少廷突破分球 助攻小宝上反篮得分 把分差缩小到1分 对面5号利用超远3分予以回应 之后9号空切到篮下接球上篮得分 加拿大女篮连得5分 把领先优势扩大到6分 危急时刻少廷和李孟站出来了 少廷完成抢断后 助攻李孟上篮造成犯规 李孟两罚权重缩小分差 5号想用速度优势甩开含蓄 然而含蓄是一位机动性非常强的中锋 随即给对方送上一记大帽 随后李孟命中一记3分 把分差迫近到1分 王思雨的抢断 让中国队获得反超的机会 黄思静没有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手起刀落命中3分 反超2分 这是中国队首次领先对手 胜利的曙光变成一抹鲜艳的红色 照耀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之后王思雨突进内线左手上篮得分 把分差扩大到4分 瞧瞧他这股很近 这就是中国女篮能够逆转的原因 对面8号跳投拿下2分 把分差缩小到2分 之后两队长时间没有得分 关键时刻又是李孟和少廷打开局面 李孟助攻少廷上篮造成犯规 少廷两罚权重把领先优势扩大到4分 对面4号急停中投拿下2分 分差再次回到2分 此时还有33.3秒的时间 理论上双方各有一次进攻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好在少廷持球突破造杀伤 两罚权重杀死比赛 杨立维和黄思静合力完成抢断 直接把对手最后的希望断没了 对手只能对持球的王思宇犯规 没关系不用上 我太爱稳了 哎呀 中国队最后时刻 杨立维和黄思静的联合防守 王思宇两罚一众 最终中国女篮完成16分大逆转 以5分的优势击败加拿大女篮 取得了2018届女篮世界杯的第5名 为言男儿上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中国女篮点赞 这里是蜗牛聊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 好 好